我这个得像包公头 我们对每一张图片的情感链接 就发生在当我们认出了梦境中的物体 场景或人物 对应于我们现实中可以认出的这些东西是 那样的情感才会被产生 而在我们这样为此兴奋的同时 就也正是自动的默认了 这个平行世界与我们现实世界中产生的联系 而这种错误的默认正是这一过程的吸引力 也是梦对于我们来说的吸引力 也是摄影对于我们来说的吸引力 这个角度是不是有一点不一样 这样好多了 片头的这个女孩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 她是我们去年在北京采访的一个嘉宾 她叫不孝月 这一视频想让大家聊一聊关于照片书的解读 所以就又飘洋过海 请来了肖月 她现在在美国 还因为疫情没能回来 肖月是一位我非常喜欢的摄影师 她早期的作品经常被walk feature 然后她在美国是学心理学的嘛 她理解图片的一些思路就特别的新奇 她把照片书比喻成了梦境 她认为照片的说服力是建立在观看者的一厢情愿上的 肖月给我发来她录的视频我看了之后特别的激动 因为她不论是揣摩我编辑的一些思路 还是她对于图片的理解都和我的想法非常的契合 她最后也被大家抛出了一个疑问 然后希望大家把想法写在评论区 肖月看到一些有意思的观点 她也会在底下回复大家 这一视频其实是承接这两期视频的内容 我把他们的链接放在视频下面的实名简介里了 上次我和金刚说了 去阅读一本照片书要从理解单一的照片开始 那这一视频就请肖月来聊一聊 我们如何去理解照片与照片之间的联系 和照片书整体的一个叙事 等到完场吧 我跟你说一个事 星星的那句话被埋在了墙里 天赞 评论 出场 三个年 哈喽 向约的各位还有小钟和吴建 今天我来应小钟的要求来完成下午 她给我的作业 这一次我在这里头也有两幅作品 然后这两幅作品会不同于 以往大家对我作品的印象 这一次的作品大部分源于 我生活中比较随性的一些 拍摄 整本书就是当我拿到这个电子版本的时候 我觉得整本书的印象给我的感觉是 很像是一场梦 那梦是什么呢 梦我觉得是一个发生在 是一个很有意思 很在边界的这样的一个事情 如果我们可以把我们现在身处于的世界 叫做现实的话 是在现实和虚构之间徘徊的一种平行世界 也是平行于这两者之间的一种平行世界 是我们可以在现实中一一找到对应的线索 却无法再还原或者是在与之相遇的时间的集合 一切被拍摄人或者是物体或者是场景 这之间的联系仅发生或存在于摄影师按下快门的那一瞬间 而这种联系就是在这一瞬间被摄影师被创作者这样捏造了出来 在那之后完全的化为乌有 而我们再也找不到任何证据去证明这一瞬间产生的世界的存在 除了我们手中这张照片 而从这个角度来讲 这照片就像是一种梦境的惨渣 一种被那个现实所抛弃的遗留物 而这种遗留物本身 也就是照片 某种程度上从来不具有 也不会再具有一定的说服力 来说服 来足够证明那个世界的存在 很多时候我觉得我们相信 我们对照片的信服力的相信 是完全建立在我们作为观者 作为人类一厢情愿上 是一种一厢情愿的默认 它是它呈现的影像是等同于我们存在的现实 但是是否这种联系真实存在 是无法再找到证据的 至少我是这样相信 细想的话 摄影这一眉睫 正是专攻于创造这样的平行世界的一种工具 而每一张照片在这样的情况被创造时 正是这平行世界的一个切片 一场梦的参加 我们对每一张照片产生的理解和情感 都基于我们自发的在寻找着平行世界 与我们肉身这个世界之间的联系 我们对每一张图片的情感链接 就发生在当我们认出了梦境中的物体 场景或人物 对应于我们现实中可以认出的这些东西是 那样的情感才会被缠生 而在我们这样为此兴奋的同时 就也正是自动的默认了 这个平行世界与我们现实世界中产生的联系 准确的说是 我们自动默认了他们俩之间的等同性 而这种错误的默认 正是这一过程的吸引力 也是梦对于我们来说的吸引力 也是摄影对我们来说的吸引力 而项约陈于乐远这一本书 就是对这种吸引力和这种梦境残渣的这种收集 对这收集的一种编排和集合 就像梦里做梦的时候 那种无厘头却又暗藏逻辑的一种节奏感一样 是时快时慢的 然后时而缓和 而时而又带来一些刺激和惊喜的 而我接下来想具体的谈几个非常具体的页面 之间的联系和我当时感受到的东西 有一个要提前跟大家说明的是 因为我拿到的这个电子版本是没有夜码的 然后我不知道最后的纸质版本会不会有夜码 所以我可能在描述过程中呢 不得已只能用文字 只能用我有限的语言来描述图片 从而表达我在说的是哪几幅作品 但是夜码本身在我进行的这项活动里 是应该会有帮助的 但是它本身是否有或者是一本书是否有 或者是尤其是一本摄影集是否要有夜码 我个人是觉得并不是那么必要的 我倒觉得它会过度的强调于编辑 或者是所谓的这种纸质策展人 在读者浏览过程中的角色 我认为最好的编辑和策展方 是对观者浏览体验有一定程度的质量的保证和把控 但并没有必要去过度强调于解读顺序 更像是一种引导和建议 所以我认为夜码是完全没有必要的 另外呢就是我马上要做的这件事情呢 就是要用我非常有限的语言来形容图片的时候 这个我要从事的这个活动本身 就是一件无法避免要篡改照片内容 要扭曲它 我是本身很抵触用语言去形容一张作品的 但是我也同时觉得就是关于排版这种分享是有意义的 所以我不得不今天体验一下这样的过程 然后努力的把它把我的想法不受这种行为打折扣的情况下 传达给大家来分享 同时呢我觉得对纸质印刷屏上面图像的编排呢 像我刚才跟我刚才所说是一种纸质的策展的感觉 这种编排式要求就是编辑者对二维空间上展示图像 和读者在三维空间里的体验 这之间的联系要有非常好的把控 甚至是在三维空间里发生的动作和肢体 比如说翻书页这样的一个简单的动作 都要有很好的考量的 而这种考量最终的呈现方式 我个人认为应该是要有很多层次的 很多层次是指应该是对欣赏者 有意识和潜意识这两种共同作用的一种结合 一种引导 而这引导要求极强程度上的一种微妙和温柔 我觉得如果刚才所说过度的强调 编辑的一种主观反倒会变成一种不良性的控制 而这种强行控制 我认为是会某种程度上反噬 会大大的损失观者的体验 从而最终使作品的本身所具有的价值 没有办法完全地传达给出来 所以我认为这是一项很艰难的工作 我的体验是我认为这一次的陈寅又宴在很多地方 很好地完成了这样的一项工作 并且我在看的时候是非常精细的 因为它在很多层次上联系了 并且呈现了这样一系列优秀的作品 首先是打开这本书的时候 左边是一个头骨 右边是一个有一些残败的这样的一个雕塑的局部成像 表层层面上大家都能看出来 它们的颜色和质感上是有非常大的联系和相似性的 我认为是在观者体验上一瞬间会产生一种和谐感 然后会产生一种视觉舒适感 我觉得这个是很重要的 同样呢下一个开业里头 就是粉色的芦苇和男人肖像所穿的这个粉色的Polo衫之间 也有一些非常明显的这种联系 而我之所以说我认为这样的是一个好的例子来开始我的分析 是因为它有更深的一层层面的一些 我理解到的一些编排用意 比如说这两个开业之间的联系 从头骨的质感到男人肖像的皮肤光线上的质感 因为我觉得我们的潜意识里头 骨头和肤质是有一定的逻辑上的联系的 而这种感觉是在这组照片里头 我有很深刻的感受到的 从光线上的融合 从色彩的饱和度上 然后从它们的这种就是颜色上细节上的呈现吧 我觉得可以这么讲 更重要的是在第一个开业上的背景的这种沙地 沙地的这种质感和这种颗粒感也很好的呼应了 在雕塑作品里头的泥土和这种它用的这种原材料的质感的这种呼应方式 比如说尤其是它在有洞的时候 我觉得它的那个肖像的那个地方的洞 就某种程度上暗示了形成这种残缺的后面的一系列的过程 因为我的第一时间我的第一时间的视觉就会被这些残缺的细节所吸引 因为它们是整个画面上颜色最深的地方 而又比较靠中心的 而当我会吸引的时候 我觉得在我脑中所发生的一系列就是它如何产生这样残缺的过程 就仿佛我的脑中是可以感受到这种残缺 它产生的瞬间 这是一个镜像的物品 它之所以有时候让我们着迷 是因为它引发我们的联想 甚至有一些联想是没有办法有意识感知到的 但是这种联想某种程度上真实的发生了 从而使我们的意识里头形成了一种氛围 当这种氛围被巧妙地运用和安排的时候 视觉的联系感就会被加固 而我觉得这个就是第二层 就是它和左边这个头骨的图非常相搭的 这个其中一个原因之一 更巧妙的一点呢 就是当我第二次来浏览这个电子排版的时候 我非常惊喜地发现 就是在这个第二个照片里头的雕塑底下 垫着一个粉色的海绵垫 而这个垫子呢 绝没有向我们提供什么重要的视觉信息 我们的重要视觉信 在看到这张照片的时候 第一时间 我觉得认为大部分人和我一样 视觉是落在它残缺的黑色洞上 它的有马克比写的这个白色标签上 因为这两个是对比最大的 然后再接着就是 这个雕塑本身具有的纹理和质感 然后我们会看到它的物质的这种表面粗糙的这种细节 还有雕刻的这种细节 这个是我觉得大部分人会审视这张照片的时候的一个预览顺序 或者是一种视觉习惯 而我们常常忽略的是 有时候不被注意到的一些周边信息 反而潜移梦化的影响着我们的视觉感官 而这个海绵垫子 这个粉色在底下 这个非常不起眼的周边信息 我觉得就完美的帮我们过渡到下一页的粉色芦苇丛 还有穿粉色Polo衬衫的男人 而粉色Polo衬衫的男人的皮肤 如我所说 甚至是它光的方向 都与前面的一张头骨 是非常非常呼应的 这也是我非常非常喜欢的一个地方 我并不认为这是我的一种过渡解读 而是在顺序上 在这种排版上 我认为从图片的大小 还有图片的就是 为什么头骨在左边 然后海绵垫子的这张在右边 而为什么这张垫子的这张没有更大一些 然后它仅仅挨着后面一张粉色芦苇 这样一个翻页的这样的一个动作 暗示了一种读者翻页这样的一个动作 我认为完全都是需要精心考量过以后 才能这样安排的 所以这是我第一个我很想分享的壁子 小钟当时是跟我说 主要是围绕我的作品来讲一些前后关系 然后也可以说一些别的 然后我在试图完成这个作业的过程中 我发现真的有很多 跟我作品其实并不是挨着的页面排版 也不是直接相关的 但是真的非常非常的好 所以我就私自篡改了一下 来给我的这个作业安排 然后我就想讲两个例子是 并不是直接相关的 然后最后顺带提一下 就是有我作品的那几页 然后大家用来提供大家来思考 第二个例子我觉得想讲的是 基本上翻到中度的地方的时候 有一个女人背影的小巷 然后穿着一个红紫色的褶皱裙 和它的下一页是一个房地产的景观模型 这两页是我非常非常喜欢的 我喜欢它们的原因 首先是因为 首先它们色彩上的一致性 它们的色彩的 就像同一个彩盘画出来的东西一样 它们的色彩选择是非常相似的 但是因为对不同颜色的着重的强调和运用的面积 它们又产生了 在这种相似感里都产生了很大的多样性 而这多样性呢 还体现在这些色彩在画面中运用的位置 而这位置是有一定深度的 因为摄影是对空间纵深感的另一种表达 比如说我来举个例子 就是女人背影的这张肖像里头 绿色是被模糊的 在背景里的 但是它应该是很多我们在看的时候的 第二个视觉落脚点 因为我们第一个视觉落脚点 会落在女人本身的身上 然后第二个会看到背景里头更亮的 然后颜色更跳跃的 绿色的窗户外面的一团绿色 所以绿色是在背景里的 然后紫色在前面 然后它们俩的面积呢相当 然后整体呢是以暖色为主 然后紫粉色呢为辅的一种这样的一个状态吧 然后我们会注意到的可能是 黄色映画的墙面或者是白色的床单 它旁边配的这个就是 与它同一页排版的这个小图呢 就非常巧妙地用了同一个色彩条盘上的感觉 但是却完全地反转了它的颜色运用 最不引人注意的这种白色床单的白色 在上一个作品里到这里变成了主体上的一个 非常明亮非常被强调的颜色 然后呢紫色呢变成背景里头堆 最暗部细节最不引人注意细节的一种过渡色 然后绿色在之前的图片里头 是一个背景里头比较显眼 但是又不提供过多的重要信息的这样的一种颜色 在第二张照片里变成了离我们最近的一种前景的背景色 然后变成了一种这样的渐变的感觉 我觉得是很有意思的 所谓白色床单的颜色和第二张图片里头 白色主体物这之间的联系 我觉得是很有意思的 因为白色床单虽然在第一张图片里头 并不是主要的任何物体 它只是衬托主体的 可以这样来理解的一个单品吧 可是它又在做着不可忽略的一项重要的工作 就是它是最贴近主体的 也同时是面积最大的一种颜色 一种质感之一 它就某种程度是一种具象 而又模糊的一个色块的存在 在第二张图片里头 虽然它是主体 但它同样也有一个这样的 因为它的闪光在前面 对它的过曝 对它的强调 这两个是同时模糊 又同时加强了它的存在感 某种程度上 这两点之间的这种矛盾性 是有一种呼应的 同样的效果 我们可以在下一个页上的 这个房地产的景观模型中看到 同样整个画面是紫色绿色 还有一定程度的黄色和暖色 而对白色的运用 在这里头那种模糊 就是你无法逃避的那种具象 因为它是在画面最中间的构图 最亮的聚焦的地方 同时又是最模糊不清的 同时又是你最不可理解的 因为它不具备任何细节 这样的一种矛盾性 是这两页里头持续连续下来的一个元素 然后我觉得是非常非常完美的 把这两个照片里的一种梦幻感 就像一种黏糊糊的你理解不了 但是你又试图用手握住的 那种触感一样的感觉 然后我觉得是很流畅的 从前面这样流淌到下一页 然后这是我喜欢的第二组照片 第三组和第四组例子呢 我不想太过多的去解读 我觉得是希望相约的读者们也可以 就是像这样的思路去分析 或者是试图分析 就是视觉上一些潜在的元素符号 或者是视觉信息的 就是它们是互相可以沟通的 然后互相流动的这样的一种感觉 去理解相约新的这一版 沈鱼若叶是如何被完成 被设计的 比如说下一组图片 就是在隔一夜之后的一个 比如说一个楼梯间 一个下半身的照片 然后到后面一页 摆一页窗上面的假花 还有再后一页是我的一张作品 是两个男人背对着 然后后面是纯白色的一个 景观雕塑的这样的一个作品 这三张照片里的联系 表象的角度 我们可以看到的是 它们色调上的联系 比如说都是以白色或者是灰色 各种各样的白为主色调 并且占整个画面的80%至90%的 第二种联系也是比较显而易见的 就是楼梯的这种格子和这种线条的排列 与百叶窗格子和线条的排列 两个男人背影 肖像前面的这个绳索的这个线条的排列 也是有一定的呼应的 对不对 同时呢 更深一层我们来挖 因为表象的是所有人都可以get到的 然后所有人也可以某种程度上 明白为什么这样排 但是更深一层的呢 什么信息可见 什么信息不可见 而对半遮半眼这样的一种理念的一种贯穿 比如说对上楼梯女子上半身的隐藏 对假花露一半和不露一半的隐藏 对两个男人正面和面孔的隐藏 这个时候我们不禁去想象 当我们看不到一个物体的一部分的时候 那看不到的一部分对于我们来说意味着什么 而看得到的一部分对于我们来说意味着什么 仅仅是只能看到一部分物体的这样的一个事实 会产生给我们什么样的视觉感受呢 这个是我觉得我们都很值得去思考的一件事情 我们作为人本身对人形或者是人物 在照片里的代表和展现 本来就是非常敏感的 而对人体上面孔是不是能看到 头部是不是能看到 上半身是不是能看到 正面是不是能看到 这些非常具象的身体部位 又与其他身体部位又有哪些不同呢 为什么人脸有这么重要的一些信息 而时常被强调或者时常被刻意抹去呢 我觉得这个也是我们在 不管是创作还是在浏览中 非常值得思考的一件事情 而我很喜欢的是这个楼梯间女子和后面两个男士背影 这种隔夜就是跨夜中间隔了一个开夜这样之间的一种呼应 因为他们都是关于人的 但是正是因为中间隔了这样百夜窗的一个假花这种形象 他才给了观者第二次去思考他们的理由和趣味性和机会 而我觉得这个是很有意思的一个设计和安排 这三页在前和在后都会有一些联系 但是我觉得这是我比较想单挑出来 简单说的一个 然后最后跳到后面倒数 基本上四五页里头有一张我的作品是一个开夜的 然后两个腿穿着蓝色的塑料靴这样的一个照片 我并不想过多的去解读它和前面的一系列作品的联系 但是我觉得大家也会不难的发现 他们对这种重复性的视觉元素的出现 对这个方面的强调 比如说成双成对的概念重复出现的概念 然后这种复制感是在我觉得是在这个视觉里 我觉得大家很能感受到的 而这种复制感呢也被很大多很大的丰富层次性的表达出来了 并不只是我们第一瞬间看到的时候的时候 最直接的那个点 而我觉得这个是我很想让看到现在这个视频的读者们 可以自己去思考的 然后觉得这种层次的构建到底给你的阅览体验有一些什么样不一样的感觉 如果我来整体形容的话 我觉得最后这几页 与其是说梦境最后醒了 更像是猜一个谜题的时候解开谜题 真的被非常明确的解开一个谜题的那种感觉 这是我的一些个人感受 然后我觉得这是也是我挑出的几个最喜欢的几个部分 然后我跟大家来分享了一下我的想法 再一次就是很感谢小钟过来找我 然后让我一个机会来整理一下我的思路 也希望能给大家带来一些很有意思的启发 然后希望有感兴趣的人也去跟我可以之后去聊类似的想法 我是很兴奋的关于这些事情 其实这一视频之前我找了三个嘉宾是打算出一个多人联动的 但是联动可以我是有一点剪不动了 所以关于另外两个嘉宾如何阅读照片书的采访 大家想不想看如果你想看的话就给这些视频三连 然后把它分享到朋友圈一些摄影群 我们把视频扩散出去让更多人看到它 然后也给我们剪视频一些动力吧 好那知之相约就是知之喜欢摄影你们 谢谢大家 点赞 评论 评论 收藏 收藏 三连 还有一个三连 三连 对